音樂音樂 如果平時喜歡聽音樂音樂的你 來到這個展覽 可能你會有一種似曾相思的感覺 因為這次的展覽主題 靈感就是源自於韓國女團 Ive一首歌曲的歌詞 當我第一次聽到韓國歌曲 《完美日的完美日》 令我不同的方法令 我感覺到這類似乎 是強調到藝術的 我用了《完美日的完美日》 作為這個展覽主題 因為這類似乎經常發生 藝術的發生 你會看到一些東西 甚至無所謂的 並非因為有形狀的相似 你好,Christy 你好 我知道這裡展出了 三位韓國藝術家的作品 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幅畫是Kim Su-Yung作家 Yubo 65的作品 甚麼Yubo 65 Yubo 65是德國二次世界大戰時 出現過的一個軍艦 這幅畫是源於Kim Su-Yung作家的 百科傳說系列 他說在二次世界大戰時 德國的軍艦被擊沉 然後上面的軍人 成為一個幽靈 飄浮在甲板上 然後有些軍人 看到這艘船突然浮上水面 所以他們相信 這艘船和幽靈是保留他們 在戰爭獲得勝利 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 為何會有影子在這裡 其實Kim Su-Yung作家 他的作品是想記錄一些 細緒的事物 所以他加入這個影子時 強調這個人物真實存在過 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他想加一個影子 還有你有提及過 這是過去的戰爭 甚至有些不幸的經歷 會否因為這樣 所以有敵眼淚 其實這個幽靈 是一個死去的軍人 所以在他看作這幅畫的時候 他整個腦袋是想著 死去的軍人的形象 所以幫他加滴眼淚 說到死去的軍人 可能大家認知是鬼、幽靈 其實他本身怕鬼嗎 他說其實他也不怕幽靈 反而希望他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因為他相信幽靈會作為守護神 去保護人、保護他自己 所以他相信鬼是正在幫助別人 對 是愛護他們 對,是幫助他們 守護他們的角色 另外我看到上面 好像有一個太陽一樣 金色的物體 半圓形的物體 又是甚麼 其實他希望通過這個光、圓形 去表達這個故事可以永遠流傳下去 是廣話人知 那麼大人頭 當然要問問他的造型 為何會有這樣的造型 其實這個作家的創作方法是挺特別的 因為他作為一個藝術家 他很擔心在一個空白的畫紙上畫畫 所以每次創作時 他都會先用一個紙 去摺一個模型出來 就像一個紀念品一樣 然後才會跟著這個紙的造型、模型 再去畫畫出來 所以你看到這個人這個位置 其實他參照了德國一個 發營屋的一個人偶的樣子 然後畫出來 然後紙也參照了當時的 歷史的資料上的圖案 然後印刷出來,再摺一個紙出來 所以你看到整個畫作 其實是根據他自己 製造了一個紙的模型出來 然後再跟著畫 那我們去看下一個展品吧 這幅看起來跟剛才那幅的感受很不同 因為這裡很明顯有笑容 剛才那裡是在哭 而且這裡我看到有格仔紙 我回想起小學、中學時做功課 一做不成功,拿著一塊紙 其實有甚麼創作意念嗎 其實這幅畫 也是我們剛才看過的 Kim Su Yang作家的另一幅畫 其實這就是來自於他今天天氣系列的 一個作品 他創作這幅畫的時候 他是因為一個意外 進自己的醫院做了手術 他創作的時候 就是躺在床上看著外面的天空 看到雲 就有這個靈感,創作了這幅畫 即是有一種純潔的感覺 因為藍的天空配白紙 對 有否說為何是笑 因為你剛才提到是醫院 對… 其實他就是想把這些表情 或者個人感受 融入這幅畫 因為你剛才提及過 用了草稿子、格仔紙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用草稿子 或者格仔紙 都是去做一些畫畫 或者寫得一些個人的感受 或一些隨筆圖 我們才會用草稿子 所以他就把草稿子 跟天氣或是跟雲一樣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一閃即逝 很變幻無常 很容易逝去的一些東西 跟我們可能一些個人的想法 都很相似 所以他就把他當時 在醫院的一些心情 或一些思緒 融入了這幅畫 就像雲一樣 無論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或是心情上的東西 都會很快就消逝 我們看完這幅 我看到前面那幅 又有些不同 好像有兩格 日休夜晚的樣子 不如我們看看 其實這幅是否在說甚麼 這幅其實就是 Kim Sung作家的另一個作品 叫做Two White Angels 你說Two White Angels 但我只看到一個人在這裡 花就可能有兩朵 怎樣解讀呢 其實他有兩個方法 去解讀這幅畫 首先你看到天氣有兩個 一個當然是這位女士 其實另一個是一朵花 第二個解讀 其實第一個天使 就是這位女士 第二個天使就是你 就是看這幅畫的你 就是第二個天使 我就這樣看 這裡有兩格 很明顯是一邊是日休息 另一邊是夜晚 其實日與夜 有自己有甚麼含意在裡面嗎 這幅其實是關於愛情 或親密關係的畫 所以其實他主要是想表達愛情 通過這幅畫 其實愛情跟日與夜一樣 都是會互相交替,不斷流逝 所以他想把愛情 其實是日和夜的愛情 亦是他的分別 所以他希望把日與夜 帶出愛情的特徵 你提到春畫 這幅畫 以我的想像是比較多 Nude或全身全裸的自畫像 那這幅畫是他的自畫像嗎 其實這幅畫不是他的自畫像 而是他從一個法國畫家 Henry Matisse的作品裡 的一個女性形象 去做一個靈感 其實他看到這幅畫像 然後就連想在愛情的形象 所以就用這個來做主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會把這個女性形象 再發出一個紙 然後摺出來,然後再畫出來 他亦希望把他的畫作 和過往的一些藝術家 做一個連結 融入在他的畫中 所以其實很明顯 我們看得到 三幅我們參觀過的作品 也有他少許摺紙的痕跡 亦可以聯想到那時藝術家 如何摺完紙 再投射光在紙上 然後再畫下來 所以又會看到後面的影子 甚至是他們的摺痕 對…這就是一個 即是Kim Sean作家的很大的特色 在創作的時候 我們剛才看完Su Young的作品 我知道接下來這個作品 是另一個藝術家的作品 其實這幅是Che Gi Chan的作品 他用了很多噴畫 或者很模糊的作品 有否說為何會有這個作品 其實這個作品 跟香港也有少許關係 Che Gi Chan這個藝術家 一直都很想探求究竟甚麼是藝術 所以他在2015年 創作了一個叫藝術的快樂 然後再創作了藝術的幸福 兩個系列 這個系列又跟愛情有甚麼關係 在裡面 其實這個作品的創作背後故事很有趣 因為其實它不是一個 刻意噴上的畫 其實就是Che Gi Chan這個人 創作這個愛情系列的時候 不小心把他噴畫的噴漆 放在這些畫布上創作出來的畫 既然這個作品是意外而來的 他有否為這個作品命名 其實這幅畫叫《Sarkey Clone Night》 是源自春光寨舌其中一首歌的 專輯名 其實就是因為他是創作愛情系列的時候 不小心噴到這些畫布 而創作出來的 所以他將當時在看春光寨舌的 一部電影的一首歌 是用這個作為靈感而替這幅畫做明明 我本身也很喜歡看春光寨舌 我記得裡面有一首歌叫《Prologue》 亦是來自專輯 《The Rough Dancer and the Cyclic Night》 是的 這幅畫跟旁邊我們剛才看過的 有甚麼分別 我看見可能只多了一塊膠紙 其實藝術家希望探討究竟甚麼是藝術 究竟甚麼可以成為藝術的中心 因為膠紙本身是沒有人起眼 或是丟在耳邊的東西 他特地將膠紙放在中心的位置 希望人家可以反思 究竟甚麼可以成為藝術的主角 其實我看到也有潑墨的元素 其實是否本身這兩版東西 就是他們創造過程的箭底 其實意外把它變成藝術品 這次藝術家指出的作品有兩個目的 第一,就是希望人家可以探討 究竟甚麼是藝術 因為這也是藝術家不斷思考的問題 這個作品,你看見它的噴墨 其實是一層疊一層的 就是因為它每天創作 剛提及的愛情系列時 每天都會加一些新的噴墨 每天都會有一些新的噴墨意外 掉進畫布裡 所以這幅畫本來就是藝術創作的過程 所以它想告訴別人 其實藝術創作的過程 本身也可以是一個藝術 第二點,它想提出的 就是因為噴墨本身的元素 我們會多數在街頭看見 在圖畫上看見 是一些比較實質的文化 它希望跟一些… 可能看到一些精緻 做一個比較鮮明的對比 希望別人可以思考究竟是甚麼藝術 究竟是甚麼才能成為藝術 其實這幅也跟我們剛才看到 有膠字的幅是同一個系列 這幅又應該怎樣看 我看到一片白色在中間 其實它這幅畫作的名字 叫做My Bargatel 其實是指我的鋼琴小曲的意思 其實它整個創作的過程 其實也很有趣 因為當它在創作這個愛情系列時 它的鐵板是一個很重的物料 所以無論是它的物料或心境 都是一個比較沉重的狀態 所以它希望創作一些比較輕鬆的作品 就證明了鋼琴小品 這些比較節奏輕快一點的作品 你看到雖然我們肉眼看不到 但其實它的物料是用木板製成 比較輕一點 而整個顏色也比較輕鬆 它也是用比較偶然出現的顏色 一些不小心噴到的噴物而造成 所以整個系列都是貫徹著 鋼琴小品這個輕快一點的主題 其實應該怎樣去看這幅畫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看畫 一看就會看中心 對… 但反而它的中心是偏白色 很迷模的 反而是外框有色 你剛才提及過 中間其實很迷糊,甚麼都沒有 所以藝術家創作的時候 也希望我們去看它的視角 是由外到來的 被人反思 其實藝術不一定要中心才是主角 可能外面的框才是主角 因為其實這幅畫的噴漆偶然發生 所以它是不小心噴到的 所以整幅畫中 唯一一個有創作的部分 就是框 所以我們來到看這個作品時 都可以由外到來欣賞 我們來到這個作品 我知道是第三位藝術家的作品 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 對,這就是Soon Hoon Lee的作品 你看到它用灰色 描述了魚的形態 其實它用灰色也有一個原因 因為它認為無論是甚麼顏色 對它來說也跟灰色一樣 因為它認為創作、畫作 顏色是不重要的 而畫家的筆觸是最重要的 就算像坑裙水那麼黑的黑色 如果畫家的筆跡夠生動時 它也可以成為一幅很好的畫作 所以特意選了灰色做這個元素 甚麼是筆觸呢 筆觸是否說它畫的質感 還是怎樣 因為它創作是用電腦的軟件 然後放大,逐筆逐筆畫上去 所以它認為如何表達這個作品 就是看它當時創作時 每一筆是怎樣畫上去的 如果以這條魚為例 這個算是怎樣可以欣賞它的筆觸 又或者怎樣為止好的筆觸 它用灰色 所以其實顏色未必是它表達的元素 你看到它用深淺 或者用動畫形式 去表達魚上的鱗片 就像看到鱗片的移動 或者它在動作時 帶動到深淺度 其實都是用筆觸表達的 一些視覺上的效果 你提到有動畫 為何會選擇用動畫形式 去呈現這條魚的生動 是否因為想它動的效果 還是怎樣 因為這位藝術家是主公的動畫 本身就是 他亦希望研究筆觸 或在角色的動作上帶出來的火花 所以他才重視筆跡和動作 帶出來的混合和視覺上的效果 其實平時我們畫魚 很少會畫內臟 但我看到這個會畫內臟 甚至標籤每一個內臟的名字 為何會這樣 因為他覺得在這個作品裡 這三分鐘是他的遊樂場 當然畫的鱗片已經很有趣 但他覺得畫內臟會更有趣 因為他本身很喜歡吃刺身 而為何他加上標籤 因為他希望大家的內臟 不要純粹是一個很寫實的內臟畫畫 而是希望它是作品的一部分 希望能力看起來比較有趣 所以就像玩具一樣 加上標籤的標籤 其實這個感覺有少許像 生物堂會看到的一些照片 或是一些資訊性的東西 即他直接寫上一些標籤 讓大家知道這是甚麼內臟 對,其實就像貫徹我們這次展覽的 主題是Deja Vu 就是你看到一些很陌生的魚 你不會這樣看見它在驅動 但又會聯想起一些 你平日日常生活看到的情境 就是Deja Vu這個主題 其實平日的動畫 我們也會加音樂 是 我很好奇為何這條動畫 又沒有選擇加音樂那麼安靜 雖然它是一個懂得動的畫 但它希望大家不要視它為一個動畫 因為平日動畫也會有音樂 有些故事、故事 他希望大家視它為一個畫作 所以他突然沒有加到音效或音樂 所以他又想用動畫的動態 但仍然想保留畫的靜態 對,沒錯 另外,我看到那裡也有一幅 也是動畫的作品 但仍然想像畫一樣呈現 用一個類似畫框去表現的情況 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這個情境 就是他在十年讀研究所的教授房 其實很特別的就是他將這十年 他在印象中 明明好像有見過的物件 以及他很肯定出現過這個場景的物件 將不同時間線的物件放在一起 就造成了他十年裡的記憶碎片 去砌成的畫作 所以有些物件可能是十年前見的 然後他嘗試將所有物件重疊在一起 好像有一個時間的堆疊 對,好像一個記憶碎片 其實有時他有印象出現過的 很虛無的回憶 好像看到有個男人在窗上 其實他也不知道這是誰 甚至他不記得這個人 是否真的有實際出現過 所以你看到他不同的時間線 有些想像、真實的記憶 對焦出來的畫 他希望人們看到這幅畫的時候 感覺到很平安、很舒服的感覺 其實這個也會令大家 反思一下藝術是甚麼 藝術可能就是你日常生活 你看到的東西 或者你曾經想過的東西 都可以成為藝術 第三幅作品叫《The Room for Werewolves》 你看到他創作這幅畫的時候 其實是把整個電腦軟件 放得很大 然後逐筆地畫出來 所以你看到 其實他的形態也不太自然 因為有時放得很大時 他畫的時候 縮小的時候 又發現原來他有些人物的肢體動作 或者畫出來的狀況 跟他本身期望很不同 但他也照留在本來的形態 創作了這幅畫 你看到他好像有些奇怪的造型 對,我看起來的感受是很不真實 因為很多身體的比例 例如四肢、手臂 這些可能會異常地大 可能就是你所說的 可能他放大了 然後再縮小,看看原來不適合比例 另外我也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人物 其實沒有為何會選用這些人物 還有他的靈感來源在哪裡 因為其實他其中一個創作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希望把所有的人物 或者一些物件的意義去除掉 他希望這些所有角色都沒有意義 所以他的靈感來源 就是他可能在日常生活中 看到一些角色 可能在網上看到的 或者是他看漫畫看到的 就會把它加進一幅畫 而這些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你看到他出來呈現的效果 其實也跟我們現實中的印象 已經很不同了 所以你就可以把他視為 他一個舉動 就是希望把這些意義、意思 去除掉 那為何要稱為狼人的房間 因為其實他們眨眼看 全部都是人 又或者可能有些死物 沒有動物在這裡 為何稱為狼人 因為其實狼人這個詞 一個詞學家就認為 狼人這個詞是用來形容一些 不是死亦不是新的一個境界 所以你看到這些角色 看起來也不像人 但也不是一些死物 所以他就把這個非死非生的狀態 用狼人這個詞來形容 其實這個作品我們又如何欣賞 因為對我來說 我看到很多好像很不關事的人物 然後可能有一個很大的酒瓶 甚至可能比人那麼大 就是很多很離奇的事 我們應該如何欣賞 因為其實藝術家最主要 一個想人欣賞的位置 就是他希望看看他如何 把他手部的一些動作 一些不足 以及一些角色的肢體動作 作為一個火化 然後去看回他當中 一些不自然的動作 也好,甚麼都好 但當中也會有一個 很和諧的混合在一起 所以當我們去看這幅畫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從一個欣賞 一個不足的角度去出發 就是看看他為何在這裡會這樣畫 他為何會這樣落筆 背後有甚麼意義 他做一個藝術家為何會這樣畫 你就從一個欣賞視覺的角度去出發 這就是最好的 我看到其實在背景、地板 甚至是人物的身體上 有很多線條 其實有一點像油畫 我們可能會看到的一些不足 是嗎 對… 另外,其實我對我來說 我可能比較有印象深刻 又或者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應該會是粉紅色的粉紅女戰士 因為很多時候,我記得我小時候 逢星期六日一開電視 每天早上都會播出這些類型的戰士 有不同的特輯 所以其實這些都會令觀眾 包括我在內 令他們憶起一些兒時的回憶 甚至是他們看過的書、漫畫等等 今天很感謝Christy為我們 介紹了這麼多作品,謝謝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觸本節目 將會定時相錄 按鈴鈴,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